全港学校维持暂停面售课堂两星期 直到下个月六号 并取消小六下学期成分时 第五波疫情越来越多儿童中招 原定中小学幼稚园暂停面售课 去到今个月二十号的措施 会延至下个月六号 由于继续暂停面售课 学校无法短期内安排小六下学期成分时 当局决定取消 以免影响中一派位工作 成绩将会以头两次成分时的成绩平均分计算 其实对于家长的压力和学生压力是舒缓一点 另外今年的全港性系统评估也都停办 至于要面对文贫市的中六学生 教育局说若果校方经小心考虑之后 认为有确切需要 可以安排中六学生回学校 进行最多半日的必要学习或者平和活动 但是必须严格执行当局要求的防疫措施 无线电视机者林俊谦不道 医管局说现在公立医院 隔离病床使用率是近九成 形容已经是接收病人的上限 呼吁年轻和轻症患者避免去急诊室 局方亦都设立热线 遥拒支援家中等送院的患者 而不少要接受福检的触客病人 就要在医院的露天地方长时间等 在博外医院需要等候福检的病人 安排在急诊室外面有盖的救护车停泊处等候 部分的病人获安排在床上休息 包括多名的长者 比较年轻的人就坐在椅子上等 有家长带小朋友来看症 照着气温比较低 不少人穿着口衫 部分人要披着医院的毛毡保暖 不断有救护车接送病人来医院 博外医院将急诊室和接收初步阳性的病人范围分开 如果是需要福检的初步阳性人士 才会由医护人员安排过去指定的范围 屯门医院和马吉列医院 亦都在急诊室外面设置帐篷给福检的市民 消防处说救护车资源非常紧拙 快速抗原测试呈阳性的市民 应该透过亲友或者速递提交胸后退役样本 避免召唤救护车前往急诊室 医贡局说公立医院隔离病床 病床使用率达到九成 但还有几千人在等入院 也希望大家谅解 医贡局又说将会新增一条热线支援确诊者 提供医疗和感染控制资讯 我们想走多一步 我们知道他们担心 所以我们想给他们支援 第一步就是我们做了护讯灵 我们主动打电话给一些已经等了一段时间的病人 有一条热线给他们可以主动打倒过来 医贡局又说正是部署在多区设立指定诊所 协助处理初步确诊的病人 但就提醒市民若果病情转差 包括出现持续高销 抽搐和胸口痛等症状 应该尽快叫救护车到急诊室 无线电视机车 吴家軒不露 创新及科技局局长斜永恒说 用疫苗通行证已经可以做到实名追踪 又说正是研究将安心出行升级 我们不需要用安心出行实名证 用疫苗通行证也都已经可以做到实名追踪 可以协助到抗疫抗疫之用 疫苗通行证并不需要处所的负责人作任何申请 做一些二维码的潜事 他只要下载一个反送疫苗通行证的程式 他已经即时可以将他的处所 是进行疫苗通行证的记录 达到一个实名的追踪 当大家去到商场 入到某一个处所 出回来 我们有一个便知的方法 可以确认了 不需要他再走到商场入口 可以再做个数码 这些我们现在在做相关研发的稍后 我们会向大家公布有关的安排 香港仔华富一村华御楼夜晚8点为风抢检 居民之后陆续和安排下楼 凌晨前做检测 工作人员向他们派发物资 当局说大厦有初步确诊个案 并涉及变移病毒株 以及排放的污水检测到新冠病毒 怀疑大厦仍然有隐形患者 行动预计明天大约中午12点完成 再多12个跨境货车司机 在深圳口岸核酸检测症阳性 新增12个患者分别经文感度 深圳湾和连堂口岸 入境深圳币还回香港 自从今个月4日到今 累计有35个跨境司机确诊 另外深圳市口岸办 说目前香港的疫情形势严峻复杂 为了保障公港鲜活类货物 敏感度口岸今天凌晨开始 借限公港鲜活类货物 跨境车辆出入境 如果运送其他货物 需要有其他口岸进出 入华对不遵守防疫规定的人员 将会视乎情况 取消跨境运输豁免检疫资格 医疗和隔离设施超出负荷 多个说病床只能预留给长者和小孩 但本台收到个案 不够两岁的幼童发烧 快速测试呈阳性 去到急诊室求医 被要求坐在急诊室外等了两天 住在屯门的中山 家里有长者和两个小孩 外傭上星期四头痛和喉咙痛 快速测试呈阳性 中山担心家里又老又乱 于是送外傭去医院 但在留下检测样本之后 医院要求他自己搭交通工具回家 在屯门医院 在屯门医院 到了星期日 医冠育说 会優先把病床预留给确诊长者和儿童 以為終於有希望 結果是星期一下午 中山的女兒等到自己推銷 都未等到做檢測 亦都沒有接受任何資料 現時醫院隔離設施使用率 已經接近有成 有立法會議員批評 當局政策和現實有明顯落差 他建議政府立即調配資源 包括正用度假村、校舍或者酒店等等 做隔離設施 無線電視記者謝月情報導 近日商界有染疫的幼童出現重症 甚至是死亡 不少家長帶上子女接種新冠疫苗 專家說幼童確診之後出現重症 可能是因為他們過去一段日子 小外出沒有接觸過舊的冠狀病毒 未能建立好免疫力 在北角渣華道體育館的接種中心 有不少家長帶子女來接種新冠疫苗 中心案情況著情 被12歲以下小朋友排職日走 有家長說現在確診中數每天過千 決定帶7歲和10歲的兒子來打針 有個同學他媽媽全家人都中了 我們心想連小孩子都這麼容易中 那就馬上帶小孩子出來打 新聞報出來都很害怕 有些幼童都沒有打針 那個情況都很危險 聽到都害怕的 馬上跟他們打 我們大人都打針了 小朋友是沒有打針的 你稍後打針怕不怕? 不怕 現時有三間社區疫苗接種中心 和14間醫管局下廈的診所 提供科興疫苗接種服務 星期二開始 科興接種年齡會降至三歲 而復必泰星期三開始就降至五歲 疑科免疫專家劉宇龍說 幼童感染之後出現闖症 原因之一是他們未能建立好免疫力 人類舊的冠狀病毒 是會激活產生的T細胞 是可以幫忙 將現在這個新冠病毒的嚴重程度減低 因為有一個所謂跨越性的抵抗力 過去這兩三年 香港的小孩子很多時候都沒有發學 我在社區活動 基本上流感根本就是絕跡了 其他病毒都絕跡了 三歲四歲的小孩子 基本上是沒有碰過這四隻舊的冠狀 病毒從而靠這些舊的冠狀病毒 去建立他們自己最基本的T細胞 為了一個跨越式抵抗力 能夠改變命運的 就是立即帶這些小孩子去打針 他說輕症幼童可以留在家觀察 一星期內可以康復 但一旦有嚴重症狀就需要入院 他促請政府統籌全港私家疑科醫生 每日視像跟進留在家的患者病情 無線電視記者 利由昆布道